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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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个让着要离开的小孩 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 一定是尝过了苦辣酸甜 最后才更把委屈解开 所以哭着笑着贴下来 怕袭来就像没得到过爱 没有你在或不在的安排 原来遗憾的不能重来 傻傻疼谁的空怀 用冷漠找寻醒来 为何人要失去才会感慨 那些人来成全思念 让岁月陪伴在你身边 但温暖的瞬间会很冷 却不曾湮灭 相信总有善良的乐园 等一下 脱个鞋 你好 好 是哪一搜啊 B大头的 那个 那个 是那个吗 对 是 是是是 对 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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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哥来了 我介绍一下 谢洪祖 谢先生 是咱们空调大横 谢佳音的独子 这是我同事 你好 朱厂厂 你好 谢先生呢 对咱们东里的项目 非常感兴趣 好好介绍一下 好 我们东里 不用介绍 一会儿把资料给我 我回去给我妈看看就行 对 资料是应该的 我建议啊 有时间去看一下 现在各个户型的 我们把这个样板房 都做出来了 实地看一下不一样啊 景观啊 建筑结构 杨哥 我呀 看房子实在看得太多了 我都看烦了 而且你们房子 都大傻不差的 不是说 东里的房子不好啊 你千万别介意 是我 我决定不了 明白 明白 不是 我们东里的建筑观 和其他楼盘不一样的 和名字一样 我们没有在继续 现在流行的所谓 浮夸空虚的建筑观念 而是去强调建造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或者可以这么说啊 在别的楼盘 还在以建筑为主 景观附和的时候 我们在努力强调 景观先行 建筑其中的概念 我们希望在城市里 打造一个平静的世界 对 对 就是这意思 听不太懂 但是我大概能理解 那咱们这五件资料给 这是我们设计师 在设计最初时候的 想法阐述 稍等 影片给您啊 再见 辛苦你们跑一趟 走了 刚才那套产述 什么时候背的 项目书里有啊 好啊 设计师有设计师的想法 市场部有市场部的标准 我们销售部又是怎么好卖 怎么说 挺好的 真挺好的 人家一会儿回去 让部门里所有人 把那套产述下来 背好了才能下班 唐经理 我问你不是 是不是要 我是打算要跳槽 老爷问你了 什么时候 东黎开盘以后吧 你没有兴趣跟我闯荡一下 你现在不用答复我 有的是时间考虑 一会儿我把你放在公司门口 出去办点事 工作坡 曙曙 这个晚上我请你吃饭 您请我 对 来来来 坐 坐坐坐 好的 好 素素 你是不知道 我跟了叶总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 还好有惊无险 但是这次啊 叶总都下了命令 如果我搞不清楚 杨柯将来的动向 他就让我卷步个节走人 我是真不知道杨柯的打算 知道了 我也不会告诉你跟叶总那样 来 多吃点 多吃点 要不这样 你可以不说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好 待会儿啊 我问你 如果是杨柯他打算走 那你就 再吃一根酥甜 这样等于你也没说 然后我也好跟叶总交代 如果是杨柯他要去对手的公司 那你就 吃口这个牛肉 好不好 你没说呀 吃我饱了 走 下楼喝咖啡去 我不喝楼下咖啡了 换了一家 你喝吧 我请你啊 为什么换一家 为朋友站岗 我不懂的 走 跟我喝咖啡就是了 家 还喝冰 我跟你说有一天我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平时吃的 张安人 索索 索索姐姐 这么巧啊 圆圆一直有魏溃洋的老毛病 最近打工胜货不规律 有一点不太舒服 我顺路来给他送点药 你生病了呀 你生病就别上班了 你这样小病变大病就不好了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 哪里不舒服你跟我说 我就在这附近上班 我给你送药很方便的 你看你特意麻烦张安人过来 给你送一趟药 你这不耽误他时间吗 是不是 我也是顺路 顺路的 你快去忙吧 好的好的 我先进去了 谢谢 你注意身体啊 好 那我先走了 杨森 你猜我遇见谁了 我知道的 张安人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她说远远不舒服她去看看 毕竟出来乍道嘛 她是顺路过去的 顺路 男孙 你脑子要清楚一点好不好 张安人从学校到这里 怎么说都不能算是顺路的呀 你是大小姐平息 她不是呀 你跟人家讲男人 人家直接上来一口咬死你的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那行吧 拜拜 张安人 张安人 老杨果然没有看错你 走 咖啡算我请 气死我 再给你配一个小不利蛋糕 叔叔 阿姨 我回来了 阿姨 奶奶 奶奶 叔叔 叔叔 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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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坐坐 下午那个叶总 范秘书来过啊 把这个礼物交给我说 让我转交给你 范秘书 那他有说什么吗 也没说什么 我请他进来坐 一直不肯 后来好说胆说啊 进来了 八千块钱一斤的京剧 没喝两口 就急着走了 这叶总身边贴身秘书 他很忙的 这每分每秒 他都精打细算 我原本还想说 花点时间问问他 现在有哪家公司的股票可以买 但是 是 干什么啊 叔叔 叔叔 那个范秘书 是不是想追求你啊 有没有 叔叔不可能的 全公司他大概 最看不上的就是我了 不可能的 你知道啊 像他们这种人啊 随便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能把你们这种小员工啊 判个生死 要不 让你平不清云 要不 把你打包回家吃自己 你不能得罪他 得好好应付啊 好好应付啊 但你说 那他为什么要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 没有在追你吗 叔叔 大概就是觉得我这种大俗人 就喜欢这种名牌的东西 不不不不 这 会 会不会是 你平时大呜咧咧的 会不会是你没有 得到 我 干 干什么 得到他对你好 我 没有 叔叔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那你不应该 你要得到 你要得到 这个啊 好 叔叔 那我先上去了啊 好 好 要得到啊 得到 得到 范秘书 等会儿 范秘书 东西我给你放桌上了 范秘书 你以后呢 就不要这么劳势动众地 把这么贵重礼物送我朋友家了 老人家呢 比较单纯敏感 还以为您跟马先生一样 想追我呢 不是啊 范秘书 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 可能您最不想扯上关系的人 就是我了 所以这个礼物呢 您拿回去 我也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无公不收录 这个道理呢 我好像还是知道的 我工作去了 好嘞 别走啊 坏了坏了 杨河看来是真的要离开这儿了 我送给出所所那些礼物 她都给我退回来了 您想 那么一个贪财重力的出所所 三四千块钱都你她能不要 好 没关系 以后注意一下杨河和朱所所 和其他公司的邮件往来 好 我让IT啊 再关注一下 他们所浏览的网页 嚇我一跳 你干吗 来买咖啡啊 你干吗 我等元元下班啊 答应陪她逛街 她说要拿第一只的薪水 想买两件好看的衣服 你神经病啊 你还陪她逛街 你还会什么 我给你买 我跟你说 蒋良心大小姐 你眼睛给我整整的道歪 嫂嫂姐来了 男生姐我好了 好 嫂嫂姐要一起去吗 不用了 你们玩得开心啊 好 拜拜 嗯 有备而来 喂 这个妆很适合你 是啊 这位小姐的肤质啊 特别好 现在空气不太好 所以很多人的肤色肤质 都会受到影响的 我们老家空气是挺好的 小姐 您是刚到上海吧 我们还在逛街呢 张爱人 张爱人 我们还要逛一会儿呢 我赶快去 这是不是太火了点了 晚饭你就不回去吃了 那我晚饭给您押一下吧 你就不要过来了吗 我们姐妹淘自己会回去的 放心啦 好看 好看 帮我把这些都包起来吧 我来刷卡 好 不行 不行 南村姐姐我自己买 小礼物的 谢谢呢 你跟张爱人到底什么关系 我和他 我们妈妈一起跳广场舞 张爱人刚刚上大学的时候 你就来上海找过他了 张爱人的妈妈是小学老师 平时喜欢写毛笔字 不跳也没有时间跳广场舞 张爱人上学的时候 她妈妈每天陪她 学习到她睡觉 媛媛 要撒谎的话 变得更有说服力的 我和张爱人 吃美竹马 她来到上海之后 爱上了我 跟我分手 但她承诺我 会对我的未来负责 会让我未来留在上海的 这是你分手的条件 如果你是为了张爱人来上海的 那我劝你回老家吧 我不会回去的 我死也要死在上海 如果你真的是来上海打工赚钱开眼界的 我倒是可以帮你报名一个职业技术学校 学个本事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一笔钱 足够你在上海学习期间的花销 但是你必须立刻奔走 钱我每月转账给你 一旦发现你联系张爱人 下个月就一分钱都没有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都跟你说了 我马上就回来了 去哪儿边逛了 那叫醒啊 你赶紧休息吧 明天一早不是还要开会吗 那你们也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明早想吃什么 你们做自己也就好 不用管我 你好好考虑 如果你跟张安人现在闹一闹 可能短时间之内只能回到家了 你知道 这样的房子一个月也要两千块租金 你在咖啡厅快餐店打零工的钱 连付交通费和水电煤都是不够的 来 叔叔 叔叔 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叔叔在等你 叔叔 你能不能问范秘书 问问叶锦言 我问什么呀 叔的股票被套牢了 帮叔叔问一点内部消息 叔叔我可以问你 但是他们说的不一定都是真的呀 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好吧 我现在就有死马当火万一了 叔叔 我 我去问一问吧 叔 叔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这事千万别跟男生说啊 叔 投资股票到现在 也 也没什么让他骄傲的地方 叔 用个相抗罪马来分拌 别说话 我去问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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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妻子 我来问你 PERCIX 欸 你可以来问那吧 这是 小 integer 是 是 多少 是我 解释 你 是 然后 我 我打你个骗子 我打你个骗子 我打你个 披着羊皮的狼 到你了 我管 有力请入女儿干实事 你有情绪你要发泄出来的呀 你别在心里容易生病的 我打你个半斤高 我打你个半斤高 我打你们一个个 嫉妒我才冒双全 你早咬我 蓝色小子的大草包好 来 好 累死我了 大孙 你待会儿这句玩完之后 咱们下去喝酒去啊 楼下刚好有个快乐 想喝多少喝多少 体人未出 怎么能喝醉 都把事情搞定了 我们再喝酒庆祝 张安人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估计得吓得跪下来 你怎么会有张安人 跟圆圆的东方明珠的照片啊 我问张安人大学同学要的 我说我们要结婚 需要张安人大学时候的照片做VCR 那大学同学什么脑洞啊 干吗给你那张照片啊 我说 我是圆圆 张安人是在读演以后跟我谈了恋爱 但是她是她大学同学 很多还以为她女朋友还是圆圆 她交财两条船啊 不一定 可能只是圆圆想借助她这个老情人 在上海当个跳板 但我现在不打算去质问张安人 我要先把圆圆吃里吃去 这天你跟你妈妈还真的挺像呢 都是平时看着单纯的跟个兔子一样 但一旦有事才发现你们智力跟体力 早就走好准备了 我跟我妈都是被家里的状况逼的 好像安弟你知道 迟早一场仗要打 等我以后不叫你讲公主了啊 这个世界不适合公主 其实公主就是弱者了 我是打算要结婚 但是还没那么快 你放心 要是结婚的话 我一定给你发青检 好 拜拜 谁结婚啊 我大学本科的同学打电话来 非说我最近要结婚 吵着闹着要喝我的喜酒呢 大概是教授那里传出来的吧 来拿 你马上要考试了 原原在你那儿住没打扰到你吧 没有啊 不仅没打扰到我 还成为了我学习的榜样 什么意思啊 人家为了生活那么拼命 什么都可以忍 什么都可以做 激发了我要做点什么 让董教授以后可以以我为教啊 她的条件和你不一样 在外面没有人可以依靠 只能靠自己 所以不得不能打扰杀的 我也能打扰杀 你 我还不知道吗 我们家蒋公主 就是温室里的小花朵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知道吗 你最近有点不太一样啊 是吗 袁安回来了 要不要 过去一起吃个宵夜聊天 不必了吧 你们最近都挺辛苦的 早点休息吧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晚安 晚安 回来了 还没吃饭啊 打包了炒面回来 以后打包盒不要直接加热 对身体不好 你不用管我的 我吃一口 我填饱肚子就行了 你先休息吧 我等你吃完 你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 是啊 你先吃 你先说吧 你这样我也吃不下去 全上海所有的技术学校 分门别垒我都给你选好了 像美容啊 快钱啊这些 容易上手 容易挣快钱的 你现在就看一下 尽快选好 明天我们去报名 你学习经验的学费 和基本生活费 我负责 选美容时间最短 上手最快 甜点 未来可以自己开店 早教就业的前景 也会越来越好 我想学商务英语 这不是几个月就能学好的 全托产 可以考级 应聘个文秘工作 然后边工作边继续学习 你看来很有自己的大算 我想像那些 每天来买咖啡的白领一样 在最好的写字楼上班 穿好看的衣服 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出差 住各种酒店 跟各种高级的人会面 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我可以等啊 而且我会比其他人更努力 那就定了 你去报名 托产 住宿舍 最晚下周我会把钱给你 以后每个月 我也会按时把钱给你 谢谢你 我将来会把钱还给你的 如果我们之间的对话 张安人知道了 你就去问他要钱 我就不给了 我不会让他知道的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怕他知道 我相信你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也相信你来上海 确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张安人帮你情有可原 他瞒着我 是怕麻烦 我也怕麻烦 过几天考博 不想浪费时间 如果我给你些钱 或者借你些钱 能把事情解决了 那不是两全清白 我知道该怎么做 把这些钱扶费时间 我把事情都给你带朋友 就是我对我 你听得懂 但是这些人家都带了 我和 ninth家人家有事 我把你们家都给你带来 我把你们家的表现 想通了 杨柯是不是要走 他要去哪儿 对方给他出了多少钱 你别说 让我猜猜 人家要出年薪五百万 八百万 不会是一千万吧 这还不包括股权和分红 还是说他要自我创业 阿咪 我要是知道情况 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 大秘书 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叶总啊 男孙爸爸的股票被套牢了 该怎么办才好 你有毛病吧 男孙爸爸的股票被套牢了 那这保家阿姨 他老公出轨了 要不要找叶总啊 你还让我去问 叶总会以为我有毛病呢 男孙爸爸是男孙妈妈的老公 男孙妈妈的妹妹是戴希阿姨 戴希阿姨是叶总的直交好友 这世上啊 谁和谁想拉上点关系 你现在一点都不难 真不棒 那 那我就只能跟男孙说一声 让他给小姨打个电话了 说我在您这儿求帮助行不通 就只能让小姨直接找叶总 别 别 别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种小事情 你怎么能去惊动叶总啊 你这样吧 你让男孙爸爸 把他买那股票列个单子 我帮他看看 谢谢叔叔 真正好请你喝下午茶呀 对 对 对 喝下午茶可以 但是我请 好吗 谢谢叔叔 谢谢 谢谢 叔叔 你别着急 应该快了 叔叔 他 他 他会不会不来呀 应该不会 要不然就是 被叶锦燕给拖住了 但应该不会的 也不是这样 好不好 这人家到底是啊 叶锦燕身边第一大哄人 要不然等他下了班之后 你带我亲自去拜访他 或者是说 请他引荐一下叶锦燕 不行 没事 叔叔 我跟你说 那个范金刚可比叶锦燕好搞多了 我上次买咖啡插个队 还被叶锦燕说半天 你更别说提什么股票行警的事情了 真的不可能 你懂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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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锦燕 哪儿 他 他来了 叶锦燕 叶锦 蒋先生 您好 您好 叶锦 这我没想到您亲自来啊 那个范金刚他有点事 我就过来了 是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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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锦 那个 好巧 什么不巧 不巧 我知道你在这 好 坐 坐 您坐 您坐 有事要请教 是 是 是 太感激了 太感激了 想请问一下叶总有关于这个 股票 股票的事情 股票 对 我也从来没做过股票 不过您说 怎么回事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股票有关于 那个 内部的消息 对 这个 金融界的朋友 我认识的有一些 但是 他们也不会把消息告诉我 我 我 今天在这个报纸上啊 看到您跟那个 心理证捐的赵总 前两天 有一个活动 想必你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有谈得到一些这个 股票的事情 我还真没谈过这个 我 其实啊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 就是 就是在您的那个层面 知道一点蛛丝马迹的这个消息 这个有 有消息的话 我就可以抄底 您投了很多吗 现在都满 满仓 但是都被套牢了 按照现在整个的这个股票大事啊 我觉得还是割肉出来吧 不是 我 我就是 这 太多了 您不了解我的状况 我 要跑 我早跑了 可是 我现在我就是跑不掉啊 所以想知道一些 这 黑马骨啊 现在哪儿还有黑马骨 而且 赌不好 可是倾家荡产的我 可是倾家荡产的我 真的没有黑马骨啊 如果我有机会 我帮您打听一下 那 那谢谢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这 这可不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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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咱们还有点儿事 那就这样 那 我 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这样呢 叔叔 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直接跟您说吧 对对 那个 有事找索索 或者直接找分银钢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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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好嘞 随时恭候 有您这话 我也放行 好 是 是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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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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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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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叔叔 跑了吧 跑了吧 我先走了啊 叶总 刚刚是我非要逼着范蜜 去见蒋南孙的爸爸的 跟范蜜没有关系吧 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 去公司还有多久啊 大概十五分钟吧 谢谢啊 要不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 从前有一根火柴 它在大马路上 然后觉得头痒 就挠了挠头 结果 结果 结果才找呢 然后它去医院包扎 你知道吗 包扎就变成了棉签 对不起啊 是不是 这还挺好笑的 这么好笑 你们居然都不笑 叶总不笑 谁敢笑啊 那今天下午茶的时候 为什么你没进来 她进来了呀 我说我下午要出去 叶总问我去哪儿 我觉得这种事也没必要骗她了 结果她一听说呢 是戴希的姐夫 她就说那她去喽 不过我提醒你啊 蒋先生给我的这张单子 恐怕只是她买的 众多股票中的一小部分 你提醒南孙 还有他们家里人 一定要盯紧了蒋先生 我怕蒋先生啊 有点兜不住 像这种炒股票 最后弄得家破人亡的事情 太多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范秘书 那你看 杨柯的事 你是不是也应该帮帮我呀 其实你不帮我 我一下能给查出来 那就是比较费心嘛 能不能帮帮我呀 不能 范秘书 你看啊 我除了长得好看 不辜负朋友对我的信任 大概是我最大的点 我也拿你当朋友 我真的是拿你当朋友的 干吗 你不是要问我借五万块钱吗 这些都是真的 你是没钱的 五万块钱都没有的 没了 我全都给你买了保险了 全部啊 就留了一些 日常花销要用的钱 我觉得 家里可能要出事 今天早上 你爸翻了我的手势盒 拿走了一根项链 假的 他不知道手势盒里全是假的 那真的呢 基本都卖了 他要是把项链拿出去卖 就知道是假的了 他就是知道假的 也不敢回来问 万一有人上门讨债 你该怎么办 他们要拿走什么 就拿走什么呗 总不能要了我们的命吧 再说要了我们的命 也还不了钱 但是我不想影响你 他不是个坏人 他就是个赌徒 买保险的事情 但是他知道吗 当初还是他提议的呢 让我给你买一点保险 只是他不知道买那么多 当时他还说 要给你留一笔钱 他是爱你的 但是他那个缺点 怎么也改不掉 妈 你以为我害怕吗 怕有什么用呀 该来的 怎么要面对啊 我嫁过来之前 也就什么都买不起 后来买得起了 也没觉得多开心 也不怕打回原形 你要那五万块钱干什么 没事了 跟你们比起来 我这件小事不值一提 来 两万块拿着 你这几个月安顿元月应该是够的 你不是只剩三千块吧 你就别管了 你把这钱拿着啊 怎么了 我是跟同事借的 现场大概借了八千块吧 然后我押着杨柯去提款 汲取了一万块 七七八八凑起来得有两万块 你拿着吧 你别跟我客气了 你要是借钱我也可以去借了啊 干吗还要你去借 你要安顿元月 我当然要全力协助了 你别说是借钱 就算去卖鞋 我也得把这钱给你凑出来 我怎么可能让你在前女友面前 丢了气势啊 好了 你别跟我撒娇了啊 乖 这钱呢 拿着 快点给元送过去吧 好 行吧 不要跟我说谢谢啊 我只要你羊眉吐气 嗯 嗯 你拿着我还赶时间呢 不跟你说了啊 搞定元元 听见没 没问题的啊 等你好消息啊 叶总 你这笙经兮兮的找我干吗 你这事就我想嗯 这是办法的 他们要在gem 他们汇总的东西 没看住什么 是啊 他们也不会用公司的邮箱 发这个应聘的邮件 谢谢 尤其这杨柯身边的人啊 都像朱佐佐一样的 于衷只有这一个IT 他知道这件事